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员NAMI 拥有多项获奖和专利技术 自力开发出独有的材料应用 支援本地业界 为产品缔造新机遇 疫情期间大家都多了食外卖 食品包装物料的安全非常重要 NAMI研发出应用在子品的 不含生物杀伤剂碎菌光油 当细菌接触涂有光油的子品包装 涂层就会排斥细菌 令到细菌没办法粘附在子品表面 防止食物被细菌污染 博士,这种方法和传统的杀菌方法 来比较有什么优胜之处呢? 因为我们不是采用杀菌剂 所以不会导致耐药性的超级细菌 而且细菌光油不含是初误 符合美国FDA和欧盟食品接触反规 这一项技术已经被子品公司 应用在食品包装、口罩盒 和儿童图书等方面 用了这一项技术印刷的子品 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被污染的几率 大大降低 加上它对人体安全无害 很适合用作食品和维生防液用品的包装 而且新的光油完全适用现有的生产功力 无需额外添置生产线 纸张亦可以保持原有的物理性能和印刷品质 近年兴起组装合成建筑MIC 先在工厂预制一个个房间 再运送到地盘安装 NAMI研发了一种 以钢和混凝土组合的MIC 可以提升建造业生产效率 更比一般MIC更适合香港使用 一般以钢结构为基础 配以抗棉板材的MIC 它的长身不可安装太重型的电器和傢俱 以混凝土为基础的MIC比较重 体积亦相对小小 两种其实都不太适合香港家庭 新技术采用了钢结构 和NAMI研发的高抗压超轻混凝土 具有结构级的强度 但重量只是一般混凝土的六成 NAMI亦都针对MIC 研发了多项技术 例如防火、防烟、防水无块拼接系统 用在无块和无块之间的连接缝 还有即时锁紧接点 可以在建筑无块安装定位的时候 自动连接和锁紧到下一层 为了迎合市场的期望 歧视建筑和NAMI 携手打造出混合式MIC 并已经获取屋宇柱批核 用来兴建十层高的 房协月明村重月流长者屋 我们相信这项技术 可以提升建筑业的生产力 改善地盘安全 和解决市场上勞工短缺的问题 NAMI会继续专注于 由市场主导的纳米技术 和先进材料研发工作 致力促进技术商品化 以及再工业化 并且推动本港经济增长 和可持续发展 令到业界和社会大众受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